一块蓝布 分开了两个相爱的男人 他们只能隔着世俗的偏见 抚摸彼此的手 诉说着自己的爱而不得 少东从小留学美国 但在老家 却有门早就定下的亲事 女方名叫婴儿 是富商为家的小姐 家里世代经营着戏院 她也从小耳目如染 沉迷于戏曲的世界无法自拔 虽和少东素未谋面 但婴儿一直对这个 刘洋学习音乐的未婚夫 充满了好奇 两人也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 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父亲为老板 请来了当红的容庆般唱戏 表演的是昆曲 林冲夜奔 因为戏曲界向来有男怕夜奔 女怕思凡的说法 所以大家对这出戏的期待值很高 婴儿也不例外 她坐在台下静静等待 当主角林冲一出场时 婴儿愣住了 她昨天在后院见过这个人 素颜的时候 就是个斯文书生的模样 没想到唱起戏来 却是如此的铿锵有力 魄力十足 婴儿不禁看得有些出神 第二天是少东回国的日子 女为乐极者荣 婴儿特地拿烫热的铁夹 卷了个头发 结果却弄巧成桌 只能戴着帽子出发 在人山人海的码头 婴儿从没见过少东 却还是凭着信里的点滴了解 一眼认出了他 初次见面 婴儿不免有些羞涩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直到少东拿出自己准备的礼物 一座水晶大提琴百件 两人的话题才由此展开 他们本就是同龄人 再加上一直都有通信联系 所以很快打破了生疏 变得熟络起来 爱听戏的婴儿也迫不及待的 拉着少东来到戏院 可少东并不喜欢台上的演员 他心不在焉地坐着 婴儿也看出了他的无聊 只好带着他离开 可就在这时 林冲上场了 他的声音就像一把剑 穿过层层人海 扎中了少东的心把 他虽然听不懂戏曲 却听出了林冲的抑郁和悲愤 既像千军万马化作一滴男儿泪 又像暗夜孤身 被弃制在荒野里的悲凉 这一刻 少东进入了林冲的世界 隔天晚上 少东又来到了戏院 碰巧在后台 遇见了刚卸妆的林冲 两人在婴儿的介绍下 算是正式打过了招呼 可还没聊上几句 黄老板就突然出现了 他是林冲的戏迷 更是金主 他喜欢将林冲视作为自己的人 讨厌别人与他亲近 于是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就把人给带走了 那天晚上 林冲在黄老板的饭局上 一杯一杯地喝酒 很快 他就醉得不省人事 被侍女扶回了房间 黄老板见到后 也来到了林冲的房间 他退去自己的衣服 一头长发像瀑布一样 倾斜而下 黄老板趁着林冲喝醉 缓缓解开了他的扭扣 失去意识的林冲 没有力气反抗 就这样 黄老板达成了所愿 这边 少东始终沉浸在林冲的戏腔中 他让婴儿带着自己 去找林冲学些什么 林冲不好拒绝 就将他们带到了后台 给他们画上精致的妆容 手把手交少东吹起了横笛 三人也因此变得熟悉 这天 他们一起去爬城墙 婴儿在一旁练习时 少东问起了林冲的身世 他这才知道 林冲是个孤儿 要不是被师父捡回来 恐怕早已经没命了 所以他很卖力地唱戏 报答师父的养育之恩 尽管在那些大老板的眼里 他只是一个陪人消遣的戏子 但少东却说 你该为你的成就感到骄傲 做一个戏子吗 你是艺术家 artist 你绝对有资格 在演完之后 得到全场的起立鼓掌 林冲从未听过这样的评价 他感受到了少东对自己的尊重 和平等对待 内心不禁感到一阵温暖 他们直到夜深人静才回来 婴儿在林冲的帮助下 爬墙翻进了院子 而林冲却再次回到少东身边 他指着胸口说 我在这里记着你 说完便翻墙回去 只留下少东一个人在原地发呆 第二天 婴儿带着少东来戏院演奏大提琴 可等他一曲拉完 婴儿却不见了踪影 只有林冲一人在蓝布后面镜静听着 想起昨晚的话 少东强装淡定 并委婉地暗示林冲 他是自己回国后交到的第一个朋友 林冲听完后愣了愣 朋友 或许是他们能继续待在一起的唯一理由 和最体面的方式了 晚上 少东早早来到后台等林冲收工 没想却碰上了黄老板 两人火药味十足 因为他们能感受到 对方是自己的同类人 很快林冲结束了表演 近来看到少东的第一眼 他的脸上是难以抑制的笑容 但在看到他身后的黄老板时 却瞬间变得低落 黄老板故作没看见 他迎上去替林冲擦汗 并说车子已经在外面 现在就可以下去一起吃宵夜 少东看出了林冲的排斥 他出烟阻拦 林冲 你要是不愿意去 就说你不去 林冲不想少东被为难 便呆呆地说了一句 你等我 我就来 他并没有说明是对谁说的 可黄老板顺理成章地回答 我等你 少东便气冲冲地离开了 从这以后 两人好长一段时间没再联系过 再次相遇是在澡堂里 少东见林冲不跟自己说话 便找上了更衣室 他刚开口 就被林冲捂住了嘴巴 原来 他是跟黄老板一起来的 可即便林冲及时制止 少东的声音还是被黄老板听到了 他追出来的时候 两人已经离开 在空荡的换衣间里 他看到了一个刻着少东名字的网球拍 随即弄懂了一切 林冲跟着少东离开 还逃掉了晚上的演出 戏院门口聚集了大量的观众 吵嚷着要退票 但这些对林冲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把车子开到郊外的路上 两人静静地坐在车里聊天 没一会儿 空中飘起了雪 少东忍不住抬起手 去抚摸车窗上的雪花 林冲看着他的手 情不自禁地夸赞道 你有一双好看的手 少东笑了笑 没有说话 可林冲却主动握住了 车子里 林冲主动握住了少东的手 身体也在慢慢靠近 就在两人即将吻伤的时候 少东还是避开了 他躲到车外抽烟 而再次被拒绝的林冲 已经眼眶寒泪 他看着站在不远处的爱人 心中满是伤感 等到少东抽完烟回来时 林冲已经离开 他站在雪地里 大声喊着林冲的名字 却再也没有得到回应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 这一次的错过 对他们来说 既是生理也是死别 淋了一夜雪的林冲 大病了一场 但师父只是冷漠地叮嘱大夫 大夫 无论如何 要保的嗓子 婴儿拿了些水果想要探望 也被师父拒之门外 他回到家里 发现父母正满脸愁容 报纸头版头条上写着 商会主席之子徐少东 与唱戏舞声林冲私奔夜会 原来 黄老板因爱生恨 一气之下直接曝光两人的关系 因为这件事 少东也被父亲囚禁了起来 不许他再出门 夜里 林冲本想出门打口水喝 却遇到了蹲在门口的师弟 师弟告诉他 酒帝晚上被师父叫进房间 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林冲不知想到了什么 他连忙冲进房间 果然 师父当年对待自己一样 继续祸害着年幼的师弟 多年来的压迫与委屈 全在这一刻爆发了 林冲将怒火化作拳头 一下一下地打在师父的身上 最后因为没有控制住力道 尸首将人打死了 林冲只能被迫逃亡 临走前 他来到了婴儿的家 请他帮自己给少东带句话 婴儿本想拒绝 但在看见林冲脸上的伤口 和慌乱的神态时 他还是心软了 林冲将自己一直带在身上的笛子 拿给婴儿 拜托他转交给少东 婴儿得知他的处境后 把自己所有的珠宝首饰 还有少东送自己的水晶大提琴 都一并送给了林冲 最后还不舍地抱住了他 嘱咐他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第二天 婴儿拿着横迪来到少东家里 少东看到横迪后 忍不住嫉妒林冲对婴儿的信任 可婴儿也同样嫉妒 他们对彼此的爱 婴儿完成任务后准备离开 少东却一把抱住他说 婴儿不希望 少东只是为了逃避内心 而做自己形式上的丈夫 他让少东离开这里 去找回自己想要的答案 不久后 少东逃回了美国 他每天跟着乐团演出 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 他跟家人也断了联系 只是依旧和婴儿 保持着书信的来往 他在信上说 自己遇见了林冲 他在码头干苦力 靠着微薄的工资 养着家道中落 半残不死的黄老板 而这也是为了报恩 当年他逃跑后 黄老板就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 并在他最落魄的时候 成为了他的依靠 和林冲分别时 婴儿忍不住说出了少东的近况 并给了他一张少东在美国的住址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林冲连字都不认识 更何况是英文 可他还是低估了林冲的执拗 不久后 黄老板病逝了 无牵无挂的林冲 在1941年的时候 躲上了一艘前往美国的货船 却不知货船中间改了道 直接去了欧洲 林冲之后又经历了无数波折 等他到达美国时 已经是1949年了 即使他看见了自由女神像 也终究没能踏上美国的国土 因为偷渡而来的他 被移民局以非法移民的罪名 关进了监狱 等待着被遣送回国 但正好遇上了二战后的难民潮 林冲等了两年也还是没能回国 最终病死在了美国的一家医院里 当林冲的遗物被送到少东手里时 已经是一年以后了 少东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自血滴一别红 两人竟会以这种方式再见 少东此刻多想拉着他的手 向他说出自己的爱 可是已经再也没有机会 没过多久 婴儿来美国找到少东 他们回忆起那些年的经历 聊着聊着 少东这才知道 其实婴儿心里也一直深爱着林冲 多年后 婴儿也去世了 少东从当年的翩翩公子 变成了满头银发的老人 他会经常捧着一束花 坐在三块墓碑前休息 每当有人问他这三块墓碑时 他总是会告诉对方 这里面一位是他的妻子 一位是他的爱人 尽管他还是会想起曾经 可私人已不在 又有何意义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爱意 注定会成为一生的遗憾